所以说那么我们插一个题外话 就是大家在打正手的时候 无论是正手攻也好 还是说正手拉球也好 我想问一下大家 能不能明白就是教练为什么总是说 你展开啊 你收啊 你这个别拉手啊 大家怎么样 这个是不是也会很迷糊 为什么一会儿就让打开 为什么一会儿又让你这个别动 是不是 是不是会很懵 如果是的话 如果是的话 大家可以给我打一个一 对不对 大家是不是经常会听到 我把这个拿旁边 是不是 经常会听到说 为什么教练一会儿我在打球的时候 让我这个打开 一会儿又让我别打开 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今天呢来跟大家 就是这么个事 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打开打的是哪儿 却我们大家知道吗 打开应该是打的是前臂 这个位置要打开 看见了吗 你打开的时候应该是前臂打开 那么不打开 那么不打开的是哪儿啊 别拉手 不打开的位置应该是你的肩膀 你的大臂 你看 我一说打开 大家很多 你拍 你拍 是不是 哎 一引拍 好了 这个大臂 你的肩膀开始拉手动了 那么我一说不动了 哎 你又开始干嘛 哪儿都不动了 所以说动跟不动 这个大家要区分清啊 嗯 这个要区分清 让你打开的应该是前臂 这个位置 要打开 你的前臂在 无论是任何击球 你无论是防守 你看 你在防守的时候 它可能只是打开 干嘛了 向前是不是去防 但是可能有些防守干嘛 这种是带 是不是 你的前臂要打开 你在拉球 它更要打开了 但是你在所有的动作 你都可以发现 你的肩膀和你的大臂 如果一旦 看 我这个就是什么 我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是拉手 但是大家来看 这个时候我就不叫拉手了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是前臂打开 跟随身体 这个大家就要知道啊 所以说就跟刚刚那个球友 问的问题一样 说这个手腕要不要去转一样 它 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啊 这个乒乓球你越打 你会发现它越深啊 比如说我们在打球的时候 你看 我这个样子 上右腿 我是不是 我的右腿踩住了 我这个就叫蹬地 能够踩实 但是 我这个样子上右腿 我就叫什么 我就叫顺拐 所以说呢 可能这个刚开始接触乒乓球的球员 它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 会被迷惑这种问题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给我点个关注 其实这些小问题 我们每天都其实会在课程当中 跟大家不断地去重复 所以说每点关注 就求大家左上角点个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